直播当局取缔逃税酒险上还生 关税局前天追捕一辆运载逃税酒的裸里时 却遭到怀疑是总司机团狗仔队的阻碍 更一度被迫开枪射击裸里的轮胎 最终在警方的协助下成功截停了货车 起货逃税总值高达180万令吉的逃税酒 并逮捕了44岁的货车司机 关税局总监纳都斯里阿杜拉迪夫 今天在柔佛关税局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汇报关税局追捕逃税酒裸里详情 前天中午1点30分 信山关税局执法官员先从苏丹伊斯干达大道 开始跟踪怀疑再有逃税酒的裸里 一路追逐到马兴第二通道大道 往北方向第13公里路段 期间数度遭到三辆以上的走私集团狗仔队阻扰 更被突然停下的罗里后退撞击 执法人员在安全受威胁下 往罗里轮胎开了七枪 试图阻止罗里继续行驶 但罗里依旧继续加速逃跑 最终在伊斯干达公主城警方巡逻车协助下 才终于成功接听罗里 根据警方调查 落网的司机是本地人 也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员工 被捕时无法出示合法的运输证件 嫌犯拥有两项罪案前科但没有吸毒 执法人员过后从罗里搜出总计 22,400公升的各品牌烈酒 逃税总额达180万令吉 阿都拉迪夫透露 动员走私集团狗仔队阻碍当局执法 是走私集团惯用的伎俩 而新山关卡及马兴第二通道关卡 一向都有陆路走私活动 这批来自邻国的逃税酒 相信是供应给本地市场 针对关税局执法人员 当时开枪是否恰当 阿都拉迪夫表示 执法人员是基于罗里司机的行为 已经危及执法人员 及其他公路使用者的安全 才会开枪试图阻止罗里行事 当局也已经向警方报案 并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不得了 这次に行为了 本局也在公里有继续 在公里有继续 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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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尾